各位 我在這個地方 有兩個公案 這兩個 第一個我先舉梁武帝 各位 因為今天有講到菩提達摩 所以一定要講梁武帝 因為他們同世代的人 而梁武帝的公案一直被拿出來討論 梁武帝是中國歷史上 梁武帝 他的受命活得第二場的一個皇帝 你知道中國歷代皇帝受命最長的 活到92歲的人是誰 你知道嗎 乾隆 他最長 最長喔 第二個是梁武帝活到86歲 可是古代要活到86歲不簡單 而況是皇帝 中國歷代的皇帝都短命的 所以各位 如果你看到歷代的皇帝 他的地號有傷 有哀 有哨 各位 這個一定短命的 子嬰 如子嬰 各位 這個都是短命的 短命的 一定短命的 各位 這個從這個地方買 中國歷代的皇帝都短命 梁武帝他是第二長寿 86歲 梁武帝在位48年 哇 又不簡單 活到86歲 在位48年 是中國歷代皇帝裡面在位第五長的 你知道第一長的是誰 康熙 62年 第二長是誰 你知道嗎 他本來可以更長 可是他就給我發一個願 發誓說 我的主物康熙 在位62年 所以我一定不要超過60年 其實他發這個誓的時候 他告訴自己 我也不可能當皇帝當60年 果然他當了60年 所以不得不退位 這個人叫乾隆 所以他當太上王 所以嘉慶當皇帝的時候 還有個太上王 所以和聲力量才很大啊 因為太上王在挺他 可是乾隆一死 那位和聲就被誅殺了啦 你知道第三位是誰 你知道第三位是誰 漢武帝 張謙通西義漢武帝那一位 未親或去並討阿匈奴那一位 第四位是誰你知道嗎 明朝 明神宗萬利 明神宗萬利 第五位就是梁武帝 梁武帝 所以梁武帝他是在位第五位 各位我們都知道梁武帝一生 他從書生的時候史記就有記載 他能文能武 梁武帝的文學遭遇很高 而且能武喔 他能夠當一個開國的皇帝 送起良辰 雖然是偏安相走的政權 不過他也不容易喔 這梁武帝 梁武帝他創下很多紀錄 又在佛教上 他興建很多佛事不用講 他四次捨身同太室 他四次去出家啦 出家喔 大臣又把他買回來 因為當時有一個 中國有一個規定 如果有人出家喔 你只要拿錢 拿多的錢那種規定喔 去佛事可以把一個出家人輸回 都有這個了 梁武帝自己去出家 然後大臣再拿自己政府的錢 所有的錢都梁武帝的錢 再把他輸回來這種四處 所以同太室當時很忽悠 因為梁武帝一出家 佛事就會有錢 為什麼一定要梁武帝 要讓他還屬 皇帝出家還得了 皇帝出家 你每天你怎麼有辦法 去那這個宿行國宿啊 所以梁武帝 那梁武帝還有一個 梁武帝有兩個太太很著名 一個叫西皇后 他叫西威 另外一個叫丁寧光 丁寧光 西威出身貴族 他是當所的氏族 可是西威 我們稱他叫西皇后 其實西威在梁武帝 還沒有稱帝的時候 他就是他的夫人 是梁武帝稱帝後 才把他稱為叫西皇后 可是西威他有一個特色 什麼特色你知道嗎 很嫉妒 很愛生氣 所以所有宮廷裡面 任何人他都看不起來 他所有在梁武帝的宰地裡面 所有的仆人 所有的人他都看不起 他一直找茬就對了 人家有缺點要煮出來 所以他很知物很高 而且得理不饒人 所以西威他要死的時候 還抱這個心喔 所以他都投胎為大蟒蛇 因為蟒蛇 當成蛇的意思就是稱怒 稱怒叫蛇 所以各位 道教有一尊神 叫玄天上帝 為什麼 踏著龜跟蛇 踏著龜代表 臣虎 降虎 貪 踏著蛇代表降虎 撐 降虎 貪 撐 叫做踏龜蛇 各位所有都表法了 那西皇帝真的變成蛇喔 各位因為疫情心動念 量子科學叫量子糾纏喔 他的栗子裡面的心 一念的稱 當下出生的就是蛇喔 這叫量子糾纏 所以各位科學已經印證佛法的心念喔 真的樂願之後 他就當作蛇 所以梁武帝他以後當皇帝的時候 這隻蛇是長在禍宮出現 大家都很害怕 都很害怕 尤其喔 西威死掉了以後 梁武帝有一天外 出外巡巡的時候 看到丁應光 丁應光出生為寒 可是喔 他非常的非常的清秀 而且非常的賢能 所以梁武帝很喜歡他 就把他引他為非 可是他進入宮中的時候 卻受到西威的虐待 到虐待以後 西威一死了以後 梁武帝才把他正式的成為徽子 可是梁武帝是個有情有義的人 你知道他有情有義 他把西威把他封為皇后 所以從此以後丁應光不能當皇后 只能當徽子 有情有義啦 從此的丁應光在西威死了以後 他才正式跟皇帝生了很多小孩 可見西威這樣說 梁武帝也沒有跟他同皇 梁武帝很怕西威 西威很嫉妒啊 梁武帝不能跟人家講話喔 很恐怖喔 西威意思 丁應光才出頭 人家丁應光也很謙虛 可是西威看到丁應光說梁武帝的重視 他就承諾啊 他就小心眼啊 或什麼的 所以他就投胎為首以後 一直在宮中作亂 所以大家都很怕他 可是各位梁武帝旁邊有一位 稱為叫做南朝三大士 你知道哪三位 這個都大菩薩來喔 第一位菩提達摩 所以他在南方待不多 待不久也是第一位 第一位叫護大士 明了菩薩再來 第三位叫做寶智公禪師 寶智公禪師 大家商傳是觀念菩薩再來 有一天梁武帝知道 有一個大蟒蛇作亂 他就問寶智公 那怎麼會這樣子 寶智公說 這個就是以前的太太西威啊 那梁武帝持悲心 那怎麼辦 杜化他啊 怎麼杜化他 所以才寫了梁皇寶燦 這個忍法這樣來 那梁王寶燦 大家幫他念一念 西威西皇帝變成蛇 就會投胎嗎 投胎生仙 不是喔 是每一次在那 念梁王寶燦的時候 這條蛇都來聽 聽到最後他懺悔 他對不起 他內心起的稱恨 是他的污名 是他的不對 是等到他已經真的放下的時候 才有辦法捨捨身 所以各位 現在大家做瓦會 以為念一念就有功德 不是 是念的的人 聽的的人 從文藝上裡面 隨文入觀 而把自己的實相產生 讓把他的煩惱放下的當下 才會有功德喔 不是你幫他做有功德喔 個人一定要知道喔 所以各位 有人當時在佛陀時代問佛陀說 佛陀啊 我們幫人家念金做功德 能不能把他回向給他 佛陀就拿一個石頭 丟在了池中 叫大家 一直念念念念佛念佛 念到最後都一直講一句話 石頭啊 生起來 石頭生起來 全部能生就起來 生不起來 他拿一個乾果 乾果乾的果 丟在這個池中 大家都念 乾果乾果 沉下去 沉下去 他們沉下去嗎 沉不下去 所以 會沉 或者生 是在本心而已 是在自己 不是幫他念的人 所以地藏普達本念君講說 如果幫他念的人 如果有功德的話 各位 受念者頂多也得七分之一而已 這個道理已經要知道了 所以各位不能走入迷信喔 西威因為聽到這個話 他自己懲悔了 他自己說他不應該 所以他去撞 他蛇身嘛 去撞 撞牆壁 西威死掉了 死掉了又 他就生刀利天 這是梁王寶燦的故事 各位這個很有名啊 這個在梁武帝時代很有名 第二個 第二個公案 丁令光生了一個兒子 這個兒子喔 叫做蕭筒 各位蕭筒梁武帝封他為太子 換句話說梁武帝很高興 以後要讓他來繼承王位 蕭筒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中國 從南朝梁以前的好的文章 全部編起來 稱為叫做蕭筒文獻 因為他叫蕭筒太子 蕭筒文獻 所以他在文學有很大的貢獻 各位金鋼筋分32分 裡面的每一分每一分的標題 就是蕭筒寫的 所以梁武帝對他非常的受用 非常的重用 希望蕭筒以後來繼承他的王位 可是蕭筒 他的佛學造成那麼高喔 你知道他怎麼死呢 死在31歲 他在湖中游湖的時候 船顛覆他被淹死 所以梁武帝因為這件事情 他的內心很鬱悶 梁武帝實在在想說 我功德那麼大 我拿這麼多功德 怎麼讓我繼承王位的太子 而且太子本身這麼良善 太子本身這麼優秀 他對金鋼筋這麼樣的體悟 為什麼會短命呢 這個在梁武帝心中一直有一個問號 再來 梁武帝有一次跟沈曰 沈曰是梁朝時代一個大學問家 也是史學家 梁武帝對他很好 兩個是好朋友 算是君臣官好朋友 跟他下棋 跟他下棋的時候 當時候沈曰有介紹一個和尚 叫做河頭和尚 這個和尚 聽說這個和尚很有修 梁武帝因為從事佛法 從向佛法 所以有修的人他都要見 結果當天河頭和尚 由宮中的使者 要帶來見皇帝的時候 當作梁武帝更好跟沈曰兩個在下棋 梁武帝很喜歡下棋喔 梁武帝很節儉 他這個皇帝 這個很特殊 他吃素 中國漢傳為叫吃素 由他開始的嘛 因為他說食肉斷大悲心嘛 斷大悲心嘛 所以他就不吃肉 他吃素 所以從此有中國的出家人 就跟他一起吃素 到今天啊 為什麼 出家人只有我們漢傳的吃素 西藏喇嘛也不吃素啊 南傳不吃素啊 為什麼只有我們吃素 梁武帝是我們吃素的主人 他提倡素食者 在家人皇帝提倡吃素 出家人都不吃素 不好意思 可是這種吃素到現在 可我們都一定要遵守的啊 因為我們是穿這個衣服 代表漢傳國教 那個梁武帝跟沈曰在下棋 下到最專注的時候 河頭和尚 各位有人報告說 河尚要來見梁武帝 結果梁武帝沒有聽到 因為他在專注 結果他喊了一句話 沙君 什麼意思 各位古代下棋跟今天一樣 比如我們要將軍 你知道嗎 見梁武帝叫軍 軍 意思是說我要我要我要公主大本人 要將軍喔 將軍 你將軍要喊出來 將軍 人家馬啦 鞠啊要來保護嘛 他 古代不是喊將軍啊 喊殺殺 就喊 楊武帝喊著殺 當下 使者就把河頭和尚拖出去 就把他掙頭 河頭和尚被拖出去的時候 他很無奈講說我也沒有我也沒有犯錯 可是呢 軍言不是戏言 皇帝講出來 楊武帝講殺 就是要殺 所以河頭和尚被拖 各位 等到梁武帝把這個齊殺完以後 他就問使者說 河頭和尚來了沒有 起座陛下 他已經被殺頭 為什麼要殺他 因為陛下你喊著殺雀殺殺 喊了好幾次 當然就把他殺掉啊 因為還命不可為啊 梁武帝為了這件事情 他的內心憂愁了好幾年 那各位 我告訴你 梁武帝最後被餓死 你知道 河頭和尚來找他 你知道為什麼他殺了河頭和尚的那位嗎 相傳 梁武帝在一個年代裡面 他是一個沙咪 對不起 他是哪 一個白蚯蚓 朵棍啊白蚯蚓 梁武帝還沒有當皇帝之前 好幾輩子 好幾輩子 我們不知道 他是一個白蚯蚓 有一個師父 在念經的時候 白蚯蚓 雖然他頭疼促生 好不起眼的昆蟲蚯蚓 每一次都在聽 連續聽了好幾年 很多經驗 他一直在聽 靈聽靈觀在聽 可是他是秋雲 有一天有一個沙咪 當他在清掃庭院的時候 他就在無意之中 當秋雲人專注在聽經的時候 他的鋤頭出去 就無意之中散過去 把這秋雲變成兩劫 秋雲往生了 沙咪是無意 可是秋雲真的死掉了 這隻秋雲 因為有聽經的功德 以後他經過了好幾次的脫胎 以後變成梁武帝 而這位河頭河上 就是當年的沙咪 各位我告訴你 所有的因果不可壞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公案 這以後各位所有的高生大德跟梁文帝 你殺的人就是以前 你當沙咪 無意把他殺死的那一位 就是把你殺死 就是秋雲把他殺死的那一位沙咪 今天你殺了他 你也是無意把他殺死 各位我跟你講 所以你們不要 不要以為說 這個小小的事 這個都無重要 各位 所有在阿賴耶 所有阿賴耶 就是一個生死部 你都不要以為 這個沒關係 來過去了 各位所有的因果一定會爆 所以你看佛頭 他都成佛了喔 他經過了九大難 他成佛了九大難 每一難都要他的命 佛頭都講出每一難的因果 所以各位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大哥怎麼辦呢 我等一下告訴你怎麼辦 可是各位這個因果是不爽喔 接下來 我再告訴你最後梁武帝的事 梁武帝到晚年的時候 因為他活到八十六歲 當時的中國形勢 也是南北朝 北朝是以房耳留意為中心 南朝是以長江留意為中心 這個宋崎梁城這邊是梁 可是北朝已經分類為西位跟東位 東位由高翻主政西位與文太 這是歷史人物 各位你們這個沒關係 而這邊是梁朝 而當時的東位有一個叫侯景 叫侯景 他是東位的大將 他是胡人喔 可是東位高翻主了以後 太子即位 而侯景跟太子有戲 就是有衝突 所以侯景就投在梁 就投降在梁 投降在梁 梁武帝也很高興 就以侯景鎖住長江 然後轟他為侯 然後梁的領域 就在晚北增加了一層 來對東位跟西位這個政權 這個對梁而言是利多 可是有一天梁武帝問保治公禪師 他說我們梁朝 我是一個好皇帝 梁朝國治民安 梁朝有稱為叫天賤之治 天賤就是什麼 就是梁武帝的年號叫天賤之治 可就好像文景之治一樣 我國家很太平 他說我國家會有難嗎 保治公不能瀉漸跡 只比著喉嚨 喉景 只比著 梁武帝不到其義 其實保治公禪師 比著喉 喉嚨的喉 喉就是我們的頸部 頸 喉景音就是喉景 所以以後會有喉景之亂 所以你看一個開悟者 因為保治公是喉獻神通 保治公跟以後的宋朝的濟公很像 他是一般有真正正道德 有些人不獻神通 有些人勝神通 保治公是屬於獻神通的 跟他講好幾 可是各位 已經跟他講得明白 但是隱喻 梁武帝沒有辦法 離開這個惡難 各位 所以我要利用這個時間 跟你們講 梁武帝在他晚年的淒慘 梁武帝 他為了使他的國家長治久安 他用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把梁武帝的兒子 以及跟蕭 梁武帝姓蕭 有關的兒子 跟他的親戚 把他哥哥的兒子 全部分封為諸侯王 各位 在長江以南的各地駐兵 因為他認為這個都親戚 都是宗室 宗室不會害宗室 就像我財產很多 都分給我兒子 女兒 分給他 跟我有親戚關係的 國家 國土都分給他 畢竟有血緣關係 他會怎麼樣 可是你封給外人 他可能會叛變 這梁武帝的想法 結果 當梁武帝晚年 因為他賭姓活教 為什麼知道他賭姓活教 因為動不動就想出家 各位出家是功德 可是你當皇帝 你有水流認得性 皇帝去出家 你怎麼怎麼可以 聽懂嗎 為什麼出家在家是新 梁武帝要出家 天天就這樣子 而且梁武帝對親情 也放不下 當時候 當侯景 各位 成為梁武帝的叛將 而幫助梁武帝鎖住邊境的時候 梁武帝看到這個是一個好機會 所以就命令他哥哥的兒子 叫做蕭淵明 命令他兒子 他哥哥的兒子叫蕭淵明 卻在另外一路打敗仗 就被東偉把他俘虜了 俘虜當人子 梁武帝知道這件事 天天悶悶不樂 因為畢竟這個是他的子子 他哥哥的兒子 他叫他叔叔 天天想念這個子子 你知道嗎 天天想念他 想念他 梁武帝突然動個念頭 動什麼念頭呢 他想把這個投降他的叛將侯景 因為侯景是東偉的眼中丁 他本來是東偉的大將 現在投降嘛 想用侯景去換蕭淵明回來 各位這一招有夠狠 可是他不敢講 不敢講 可是他想用這個秘密去進行 跟這件事好像被侯景稍微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皇帝的態度 已經不像以前這麼樣了 對我不信任 侯景多聰明 假裝東偉寫一本書 寫一封信 他假裝東偉 然後派遣一個使者進入梁 就是侯景設計 他自己寫信 給梁武帝 信中寫什麼 寫說我東偉 各位想跟梁和好 然後要和好的條件是 你只要把我這個叛將 交回來 我就把蕭淵明還給你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就跟我答覆 馬上來交換條件 那蕭淵明 我就還給你了 那我們東偉跟梁 從這個和好不要再打戰 結果這是侯景設計自己寫的信 梁武帝竟然看了 哈哈大笑說 雞未來了 對我子女兒非常的不忍 捨不得在那邊當葫蘆 今天他終於回來 他馬上不瞎失守 馬上寫No No的意思說好 這封信 不是拿給東偉拿給侯景 侯景看了很生氣 他那種梁武帝無情無義 我投降你 今天你竟然要勇氣交換 交換我回去死路一條 你知道嗎 結果侯景他就起了判心 他決定要判亂良 結果起了判心 他離應外河 中間要講 我講半個小時講不完 因為這個不是今天的重點 可是時間很快到 可是要做結束 我要講結論 結果侯景他就開始要進入 這個健康離應外河 利用各個中式的矛盾 因為兩種地人都兒子 這個兒子每個人要當太子 都矛盾 那各個一級破 最後侯景的軍隊進入健康 公路健康 公路健康 梁武帝當時已經85歲 他就成為人質 雖然他還是皇帝成為人質 然後整個健康城幾乎被迫害 侯景裡面燒渣淫滅 整個健康城沒有東西可吃 人吃人肉吃馬肉 整個健康城淪為廢墟 而梁武帝呢 就被他這個侯景所控制住 到達梁武帝86歲那一年 侯景不敢殺死梁武帝 可是他準備要把梁武帝喝得餓死 所以飲食都給他限量 梁武帝到了有一天 他很口渴又沒有充問的食物 可是梁武帝只要求一個 請給我三滴蜂蜜讓我論侯 結果太監不敢製作主張 要問侯景 侯景拒絕 梁武帝身為皇帝 雖然是人質喔 可是身為皇帝喔 連蜂蜜三滴也不可得 梁武帝就在飢渴的當下混混不平 然後就在這個實況他駕奔死掉了 死掉的時候 各位他只喊著 河頭河上來了河頭河上 河頭河上跟他笑臉迎接他 跟他講一切的因果不可壞 那各位 這個時候的侯景在梁武帝死以後自己稱帝 整個健康城幾乎空無一人 以後侯景又兵敗被殺 陳霸仙進入到健康再奴獵一次 所以當時候健康城就南京 就稱為中國歷史上的三大南京大難 第一大難就是侯景之亂在南京屠殺 第二次就是太平天國以南京為國都 太平天國中國環的弟弟叫曾國泉 進入南京的時候再屠殺一次 第三次就是對陸抗戰南京大屠殺 所以南京歷史上經過了三次的大屠殺 第一次就是跟梁武帝有關 那各位 這個身性善良對老百姓那麼好又吃素的皇帝 又建立他認為那麼功德的皇帝 為什麼遭受到這個災難 河頭河上已經跟人講因果不爽 另外一個我跟各位講 因為梁武帝還沒有進入建立梁朝的時候 他前面是宋齊梁城的齊 齊 南朝四代嘛 宋齊梁最後是臣嘛 陳霸仙嘛 陳霸仙串的梁嘛 梁串的齊嘛 梁武帝當時候是齊的宗室 因為蕭道成姓蕭 這個是齊的開國皇帝 梁武帝叫蕭炎也姓蕭 所以蕭炎跟蕭道成跟齊他們是有親戚關係的 梁武帝當時候還沒有當皇帝的時候 是齊朝時代的大將 他是赤齊 赤齊相當像現在的省長一樣 他掌握的兵權跟經濟權 可是蕭炎進入到齊的時候 當時的東昏侯 東昏侯是誰 就是齊的最後一個皇帝 他把他殺死 雖然不是他親自屠殺 是他部將殺的 而且把他殺死了以後 把齊所有的宗室一律屠殺 然後蕭炎才進入健康 集位為皇帝 而史聰史菜有其在 當齊的最後一個皇帝被殺的時候 同一天晚上有一個人出生了 這個人叫做侯瑾 所以從這個證據可以知道 這個當然也是一個推測 侯瑾就是梁武帝騎的最後一個皇帝 梁武帝把他篡位 然後殺他的宗室的來投胎 報仇的叛將 侯瑾就是這樣子的因果 所以各位這個是注定好的 為什麼注定好 因為這個因果不爽 所以還沒有發生的時候 寶治公就告訴了梁武帝 他不能告訴他很明確喔 你國家有難使得猴頭頸部 猴瑾 所以猴瑾必然叛變 必然治梁武帝已死地 必然使梁武帝的宗室 全部加以屠殺 為什麼 因果報應 因果不昧所使然而 各位這個就是菩提達摩 達摩祖師告訴我們 這個叫做報冤行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果所來 所以他告訴我們 這個是非天非人所能見語 所以我們今天不管碰到了什麼事情 各位知道 全部都是因果 無因無果不會造成我們這個生命周期所在 各位我再講個公案給你聽 各位我再講個公案給你聽 唐朝的閒手中 我們華言中的初處叫杜順 杜順 唐太宗稱他叫帝心 各位這個是一個稱呼 帝心帝王的心 杜順 他是文書佛達載來的人 杜順 杜順有一次把他的生鞋 鞋子 新的生鞋 把他放在一個市井的一個柱子 把他吊著一個鞋 經過三天 經過三天 竟然 市井之人來來去去 他的鞋子 沒有被脫 有人問杜順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沒有換下 脫葉 既然我沒有換下脫葉 就是道葉脫葉 所以我的鞋子沒有人會脫 為什麼 因為他不滅因果 不弱因果 他沒有因果 所以各位 他沒有因果 所以各位今天 我們所持續的東西 就是以前 我們有偷過人家的東西 不要懷疑 今天我們這一輩子 受的所有你認為的苦 全部都是以前 我們加諸於別人的苦 所以各位 所有人世間的一切 生命週期 全部都是自編 自導 自演 自受 自受 自觀 自傷 所以既然你碰到 所以你要 甘心甘受 多無數願 這個就是 第一個 抱冤行 那各位 抱冤行還沒有講完 我們下禮拜還要再講 所以各位 今天疫情室內 各位 今天我們為什麼會遭到 就是以前 我們一定有所業力 不然不會 紅到 升紅到現在的這個世界 可是你說這個世界 現在是亂世嗎 從歷史以來 每一年都亂世 各位 各位 你不要以為 什麼難一點比較好 各位 各位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本來就是生命的世界 既然本來就這樣子 各位 環乎把它認為叫做無常 我們今天悟到了 我們稱它叫做常 既然是常 所以你就甘心甘受啊 現在如果疫情結束 請問 全世界就平安嗎 不會 一定還有什麼事情來 你心裡要有準備 為什麼會這樣子 甘心甘受 都是以前無限的阿賴耶裡面 一手果報 現在我們就要嘗試到 這樣子的受 可是這個受是苦還是樂 各位 當你心中沒有苦樂 當下只要水流認得性就是 你就是真正一個誤道者 所以達摩祖師就是要跟我們講這個 那我們 因為時間的關係超過時間了 既然是這樣子 各位 再幾分鐘就乾脆把它講完吧 各位 因為剩下的這個剛好抱冤心講完 所以最後講金雲 弘苦不憂 什麼叫弘苦不憂 各位 你碰到的苦 你不憂 為什麼你不憂 因為你知道真相了 這個是因果而已阿 各位知道這個嗎 請問各位 誤道者有沒有因果 有阿 有沒有記得一個公案 百丈禪師 當作一個福禮來聽經 那福禮最後一堂課 問百丈禪師說 大修行者有沒有因果 百丈禪師講不滅因果 可是這位大修行者 為什麼會變成狐狸 因為他講不弱因果 不弱因果 就是你大修行者 你就沒有因果了 百丈禪師講不滅因果 你還是不能離開因果 所以呢 這個狐狸說他知道了 隔一天他就往生了 因為他出去的狐狸生 因為他自會了解 所以各位從這個地方我們要知道 所有因果都是影像 所以不能離開因果 可是你的心不要落入因果 各位這樣聽懂嗎 這個稱為叫做生受 生不能離開因果 所以我們會死啊 生老病死啊 我們會碰到世間的一切啊 可是心不受因果 是有佛陀還是有九大難啊 梁武帝還是要碰到這些災難啊 為什麼因果不爽嘛 因果不空嘛 可是修行者心不受 總歸一句話 這一句話叫做 以無所受 受 受 諸 受 你有受 諸受 這個是因果 可是你心無所受 為什麼 因為你受的 諸受的 這個是影像而已啊 所以有影像來啊 不要怕啊 他是影像啊 各位如果你能這樣子 你叫做路三昧 也稱為叫做一行三昧 各位 這個稱為叫做三摩地叫三昧 所以各位 你要進入三昧 沒有那麼容易 你沒有從聖者精中的道理 沒有從理路你心很難路 各位聽懂嗎 各位要了解嗎 所有你受的一切都是影像 都是夢啊 所以各位就好像你做一個惡夢 做惡夢 他是夢而已啊 醒來就好了 各位你要知道這個道理 為什麼會做惡夢 為什麼 因為過去生中的因果 你才會做惡夢 可是夢不要怕 以無所受受受受 所以金雲 鴻苦不憂 為什麼呢 鴻苦不憂 因為你已經理路了 你理進去的人了解 各位說不要怕 所以各位 我們現在碰到什麼事情 各位真的都不要怕 可是每一個人每一個人的因果 像我自己出家 我也是有因果 在家的因果 到現在還是要承受啊 所以一家要承受 所以鴻苦不憂啊 重罪是有沒有憂啊 所以二十二主告訴我們那句話 你要記得喔 這句話作為今天的結論喔 他說 心從萬進轉 轉處 時能憂 憂就是什麼放下憂靜 心是隨著萬進轉 我們眾生都是在這萬進在轉 可是轉處時能憂 因為你理路了知道所有的轉 萬進都是影像 你沒有了解它是影像 你轉不過來啦 隨流 隨流就隨緣 你是要認得性 認得性就是呢 認得自信 理路認得自信 所有流的一切因果 都是性自信所顯現出來的 影像而已啊 無喜 富 無憂 沒有喜也沒有憂 為什麼都影像 沒有喜什麼憂什麼 這個說是六主跟啊 跟這一個 跟那一位 這個是二十二主講 六主跟那一個 陳偉銘將軍講的 不思善不思惡 就是無喜無憂啊 還你本來面目 本來面目就是認得性 這太重要了 這稱為叫抱冤行 所以 是答故 是答故 你了解這個道理了 你明白了 體悟了 這個道理了 此心生死與理相應 你就跟理相應了啊 世間上的這個冤 冤就是苦啦 就是這些逆境啊 這些因果啦 就是我要成道的進階 這個叫做逆爭上緣 這些冤 這些人世間的苦 讓我體悟到這些道理啊 是我呢 要進道的進階 他來了 督促我進道 所以故緣 抱冤行 這是世行裡面的第一行 所以各位今天不管碰到什麼事情 各位就要採取達摩祖師 世行觀的第一行 抱冤行 好 今天我們第一堂課的功課 就講到這個地方 有很多 我還是要來看 我們還是要來看